美国股市在今天清晨收盘又再度中跌了 那到底这个行情台北股市还撑得住吗 其实从上礼拜开始美股就开始回档 但台股目前还是有撑在它这个价位上头 但这个撑能够撑多久 在今天来说目前亚洲股市是往下走跌的 会不会也冲击到台北股市呢 节目上我们今天请到专家 请到试分是李佑年 佑年老师早安 试分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早上来关注一下 大家很关注 因为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帮大家关注 因为美股一直在回档嘛 那台北股市不要看有撑住 这几个交易都有撑住 但是很多人就很关心了 到底这一波能撑到哪里 今天清晨收盘美股又跌了 这个跌会不会影响到今天台股走势 我们先下个结论 那一定会影响的 为什么说一定会影响 很简单 因为这个美国股市跌的话 外资通常会站在卖方 那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哪一种股票跌的最多 高科技股 对不对 那高科技股跟我们台湾股市 电子股又联动是最密切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的话 那今天我们台湾股市 要抗跌的可能性 是比较低的 现在差别是说 今天到底会收多黑而已 那这一波跌 大家比较关注到 因为美股很多人说 到底要不要担心它 有两派的看法 有人说这一波回 是不是要一路往下走空了 但也有人说 它其实是正常的回档 所以到底投资人 该不该在这个时候 非常担心非常紧张 这个行情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美国股市 跟台湾股市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那因为这一波 从三月开始涨到现在 大家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所以你现在稍微回档一下 算是技术性的回档吧 那除非真的跌破了一些的 这种技术性的关卡 如果跌破的话 那可能要重新的调整一下 可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没有 我们先看一下NASER指数 你就知道了 我们用NASER指数来看 NASER指数 我们把这个时间 如果拉长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从三月份 是从6631开始起涨 一直涨到现在的 最高到多少 12,074点 涨幅高达82% 那涨幅82%的话 还没有关系 关系在哪里 它从来没有休息过 你去注意看 它从6631涨了82% 涨到12074 从来没有休息过 所以你这边要不要休息一下 对不对 你这爬到山上 你爬登玉山 大家如果有爬玉山的经验 你就知道 你要去登顶的话 你前一天晚上一定要休息 对不对 所以这边拉回 那拉回呢 做一个技术性的回档 我觉得是刚刚好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危机 那事实上呢 那我们在这个回档的 技术性的回档 它有一个这个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想法 也就是说 你回档三分之一的话 还算是强势回档 那现在回档三分之一了没有 还早 它离这个回档三分之一的距离呢 还有四百点 四百四十点 四百四十点就差不多有四%的距离 所以呢 还有这个回档的空间 那即使在回档四百四十点 它还是属于强势回档哦 在回档一千点的话 它是属于终极回档而已 一直要呢 如果说它跌到八千多点的话 七八千点的话 那大概就有风险了 所以呢 在这边 大家还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好 所以这是从这个美股指数 帮大家来做掌握的 不过来关注一下 其实昨天 昨天其实不只是这个NASDAQ跌 昨天其实四大指数都在往下跌 尤其是各个指标类股的部分 有人哥带大家来看一下 尤其昨天道琼也是中错的 OK好 那昨天道琼其实也是中错 那道琼中错呢 当然跟这个苹果的大跌是有关系的 苹果昨天跌了百分之五点四 那这个跌幅相当深 那其实呢 最重的跌是呢 还是呢 Tesla Tesla呢 昨天呢 跌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一 那Tesla跌百分之二十一的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没有被纳入这个 S&P500指数 本来大家都以为它会被纳入 结果没有被纳入 所以失望性的卖压 这个演变出 它引发出它这个卖压 那可是呢 那因为呢 S&P500指数没有纳入Tesla 所以呢 反而因祸得福 所以它的跌幅反而没有这么深了 那真的跌的深的 还是NAS的指数 以及呢 非半指数 其实呢 跌的这个幅度也相当深 不过呢 我们台湾股市的这个 这个台积电的ADR呢 它的跌幅相对比较轻 昨天只有跌了百分之一点二而已 跌幅反而是 反而是相对抗跌的 所以今天台积电有机会 有机会比较抗跌 比较抗跌 对比较抗跌 算是可以互助指数的一块 然后呢 联电的这个ADR呢 大涨了 大涨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台湾的 加权指数 我认为啦 收黑大概是跑不掉 可是呢 应该不至于像美国股市 跌得这么深 好的确 不过我们来感触到 新闻面交点当中 先来看到了 美股往回走跌 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上的 看法不太一样 对 那这边有个标写 分析是不担心啦 但是这个不担心的 内部你去解读 他们当然是有做出一个 这个幅度的这个比较 你到底多少是不担心 那他的诺点是什么 但永年哥你怎么来看 OK好 那其实呢 那我们这样子讲了 他在这个 以这个 那个到这个 Tesla来讲的话 因为Tesla 他跌幅深 那跌幅深呢 那其实呢 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原因在于说呢 因为呢 Tesla呢 刚才我讲过了 因为他现在 他不在S&P500指数里面 所以他的跌 不过我们现在看 这个Tesla 他在昨天的跌的这个幅度 是比较重一些些的 因为他在昨天的这个幅度 修正了重挫 百分之将近18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大家很担心 因为Tesla其实过去 从三月份来说 一路往上涨 那现阶段呢 他跌了18% 其实老师说 你从这个三月份的 往上一路涨的这个涨幅来看到 他其实这个股价 本来是已经创下新天高了 现在重重18 这个幅度是正常的回档的 其实我们去算一下 他的幅度跌18 其实也不算太高 对不对 对 其实跌18还好 我们如果能够掉出 Tesla的这个 K线图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这一波呢 他其实在这一波 已经涨了非常多了 那他减资之后呢 其实还是表现 还是相对强势的 可是呢 他当然这一波 昨天一跌18% 大家可能会有点担心 可是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呢 他的涨幅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他现在的回档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技术性的回档来看的话 其实你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呢 还没有回到 他涨幅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三分之二的位置 所以呢 回档还不到三分之一 大家都不用太过于担心 好的 所以这是在美股焦点的部分 不过我们回到 在台北股市当中 怎么来做观察 带大家来看 在现阶段当中 当然啦 外资这几千是站在的卖方 尤其有个最新的统计书记 实际到九月份以来 外资是卖了大概六千多亿 对 今年它大涨 但外资出手的幅度不大 那在昨天 外资拼命去买币限的ETF 所以这会是个警讯吗 怎么来关注到台北股市 其实这个 这个一定是一个警讯 为什么说一定是警讯 就是说 其实以外资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看到两个 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 台湾股市呢 其实在这个高档做盘整 已经盘整了一个半月之久了 那所以呢 这个人家所谓的九盘必跌 那所以外资当然会担心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呢 在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股市已经出现一个 这个初步启动 跌势的一个迹象 所以呢 外资他当然要做一些避险的动作 像昨天呢 外资呢 他买超了台湾50反一 买超了多少 买超22.8万张 22.8万张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买超22.8万 22.8万张是什么意思 他昨天呢 买超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0051的 0050的反一 买超等于19亿 那昨天外资呢 一直用在现货市场买超多少 41亿 等于呢 他昨天其实呢 有一半是在做避险的动作 因为这个是避险的指标 对 他并不是真心的要再做多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个融资户呢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融资户是等于散户的指标 融资户呢 他是一路的在增加的 就在把散户信息很足啊 但还想买 对 还想买 大家都在逢低成捷 逢低成捷 不过呢 最近开始呢 资券已经开始 融券已经开始 从今年低到 已经开始慢慢回升了 表示呢 其实有一些技术操作比较 功力比较高的投资人 已经开始呢 有点警觉心了 好 那再过来 其实重点之一在哪里 是上这个借券 借券呢 昨天达到七百三十一万张 这个余额达到七百三十一万 是创近三个月来的新高 那借券大部分是谁在借 大部分是外资在借 那借券干什么 卖出 表示呢 他也在做避险 那上跪的呢 更多了 上跪呢 四十四万张的话 已经是近一年来的新高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比较建议投资朋友 可能在最近呢 尤其是外资 关于任养的股票呢 可能要稍微的小心一些 那外资通常 他任养的股票 基本上是锁定什么大型的吗 或是全资股这些吗 就是全资股啊 大型股 像是第一个就是台积电嘛 然后呢 像是联发科啦 红海啦 这一些的股票 那都是他们这个任养的标的 好 所以就是在这个指数部分来说 但是在选股当中 我们来关注到了 其实在今天的最近消息 其实刚刚一开始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过 iPhone 它的这个秋季的发表会 它时间确定了 九月十六号 马上九月中 就是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 那当然外界很关注啦 这一款的iPhone十二 到底这一次会不会亮相 那一旦呢 它如果真的新机出现之后呢 现在有预估了 说这个iPhone 五G的iPhone 月中开始要投入生产 所以对于苹概来说 会不会是一波的推动 因为苹概毕竟这一波 它都没有跟上这个脚步 那但是呢 在飞瓶的部分来说 现在有消息 包括像是三星跟OPPO 因为华为现在被打了嘛 马上经历 也是九月中就要生效 所以在苹概跟飞瓶当中 永宁哥怎么建议大家 OK好 你会发现其实下个礼拜很精彩 对 大家做我动作 对 九月十二号开始 那个华为禁售令 开始正式生效 然后九月十六号呢 iPhone的这个应该 应该是iPhone 它这个新机发表会 要开始推出来了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两件事情 我们把它混为一谈 都不为过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 因为呢 像我们先讲iPhone iPhone呢 其实它在之前有宣布 就是它可能会延后几个礼拜 所以呢 因为iPhone 它的新机发表会 通常都是在九月中旬 就像这一次的九月十六号 九月中旬 可是呢 它这一次呢 他们是讲说 他们的iPhone十二 可能会延后几个礼拜 这个才会推出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呢 有一点紧锣密鼓 在加班的味道 尤其是呢 其实有一些的这种 所谓的iPhone供应链 iPhone概念股呢 其实它八月份的营收 表现都非常的强势 看起来有一点在 这个抢工的味道 那在这个 以这个iPhone来讲的话呢 不过呢 iPhone它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它毕竟是迟到了一些 所以呢 今年原本他们是预估 今年的这个产量 可以达到八千万只 那出货量可以达到八千万只 可是现在看起来 大概会减少到 大概六千三百到 六千七百万只左右 那这差蛮多 对 所以对于这个 苹果供应链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压力 有一些落差 那不过呢 我们这样子讲 它是迟到 它并不是没有 不见对 并不是不到 所以呢 其实对于这些的 这个iPhone的供应链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啦 其实投资朋友 还是可以持续的观望的 还是可以持续的观察的 像是呢 我们举两档股票标准的 这个iPhone的概念股 来做这个例子 第一个就台积电 那台积电呢 我们看 看它的这个走势 这个是它的日线 日线图 大家看一下 那七月二十号那一天呢 七月二十八号那天 创了历史的新高 四六六点五之后呢 它就一直盘 一直盘盘到现在 很年对不对 很年 那很年呢 那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那因为今天呢 这个美国股市是大跌的 那所以呢 今天它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那会有一些压力的话 它回档的时候 那么其实 投资朋友 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讲 就是说 因为它的涨幅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呢 做回档 不是坏事 我再次跟大家讲 不是坏事 那台积电呢 这一档股票 当然是我们的指标 所以大家会一定担心 我们从技术面来讲 昨天呢 它的收盘价呢 是收在 这个四百三十一块 四百三十一块 那它的多空点是在哪里 是在四百二十八块半 四百二十八块半 如果今天呢 跌破四百二十八块 占不回去的话 短线上 我们不排除 它还有继续拉回的可能 可是呢 它的季线的 目前的位置在四百一十四块 那这里呢 应该会有强劲的支撑 另外呢 就是上一次 它跌到最低点是四百零一块 所以四百块整数关卡呢 也有支撑 那四百零一是八月那时候 对 在这个低点 对 在这个低点 那么这个跳空缺口的低点呢 是在三百九十五块 我们简单的讲 只要三百九十五块 这跳空缺口不填补的话 它都还是属于强势格局 所以呢 我们再简单一点讲 到九月十六号之前 如果它都没有跌破三百九十五块的话 那我觉得呢 逢低沉接 风险不会太大 OK 所以就是说 在下礼拜的关键点之前 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 大家如果想要布局台积电的话 对 这波回档 其实如果它不要破线的话 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 因为其实当初一直挂在四百二四百三 大家都还是觉得我不敢下手 不敢买啊 对啊 对不对 大家都不敢买啊 四百六十六块 谁敢买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敢买嘛 可是拉回来 可不可以买 那我是觉得以它的本益比来讲的话 应该是还可以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本益比还可以呢 因为其实现在四百三十一块 你知道它本益比才多少吗 二十倍 台积电的本益比二十倍合不合理 合理啊 合理啊 它如果再跌下来的话 本益比低于二十倍 哇 那还不好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另外再来看一支 红海 红海呢 是大家最 最感动的股票 就是指标没有涨上来的瓶盖啊 对 就是就是没有涨 可是它为什么没有涨 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季 它的这个营收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 它的EPS呢 档得很厉害 那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苹果呢 又说第三季的这个 它的这个 新机发表要延期了 出货要延期 所以呢 对于大家 对于它第三季的这个营收盈域呢 也悲观 所以呢 两个季度的这个营收盈域 都不如预期的话 所以才把它的骨架夹杀下来 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 因为呢 新这个iPhone的新机 不是不到 是晚到而已 所以呢 对它第四季的营收呢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 我个人是认为说 红海啦 它好了 它如果再跌的话 那我是觉得说还不错啦 应该有反弹 因为它其实已经算低价了 对不对 这时候 你找低价布局 没有错啊 对不对 低位阶 低价 然后又有未来性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只股票 我觉得它 不回哲已啦 如果回档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买点 好 这是评概 但是在飞瓶阵营当中呢 因为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 因为华为现在被打了 对 那华为自己也说 它的晶片供应顶多啦 维持半年它的手机 所以现在大家都来抢它的市战 对 那目前来说 被点名是三星跟OPPO 所以如果 当然这些手机的量能 如果提升的话 他们的量能表现 其实比苹果好哦 对 那有没有机会带动 它的供应链 也能够这一波 跟长上来 对 没有错 因为其实我们看三星 三星呢 它预估它明年的 这个手机的产量 可以达到三亿只 那OPPO呢 它现在是全世界排名 第五的 那排名第五呢 它预估它今年下半年 也可以生产一万一亿只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华为 它的量产开始减少 大幅度的降低 其实呢 它的竞争对手呢 开心得不得了 那三星啦 OPPO啦 Vivo啦 小米呢 大家都在虎视单单 准备要抢它的市场 所以呢 对于我们台湾的 这个华为供应链来讲 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说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台湾的华为供应链呢 的股价呢 就受到这个 禁售令的影响 所以被打得非常的惨 那打得非常惨 我们再次跟大家重申 那这个市占率 会不见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别的这一些的 包括大陆的厂商 那中国大陆厂商 他们都会来分食这块市场 那其他的 包括OPPO啦 包括三星 包括呢 其他的像是Vivo 小米这一些 那他们都是谁的客户 他们也同样的是大力光 跟联发科的客户 对不对 那这一波呢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大力光 那这一波大力光很惨 这也是产气性的代表 对 3008的大力光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K线图 OK 那你看一下 它这个是不是很惨 它其实都是落后 对 它的落后大盘 然后呢 它是一直在处一个 弱势的格局 最主要就是因为 华为禁售利用的关系 可是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三星要增产的话 要跟谁买 跟大力光买 OPPO要增产的话 旗舰极早要跟谁买 跟大力光买 所以呢 我觉得它再跌的空间有限 另外一个呢 是最跌的比较明显的是谁 就是呢 2454的联发科 2454联发科 大家看一下 它最近也跌得很惨 那它在这里呢 做一个横向盘整的区间 它在582块 582块左右 是它的一个 时日线的支撑 那看起来有机会呢 再来回探 582块的支撑 甚至于呢 不排除有再往下的可能 可是呢 我再次跟大家讲 其实呢 除了华为之外 中国大陆其他的厂商 几乎都是它的主要客户 所以呢 在其他的这些厂商 来抢食 这个华为的地盘的时候 那它反而会得利 余翁得利 所以呢 我觉得联发科呢 也是一样 如果有低的话 恭喜大家 好 所以就是在这个手机相关 概念股当中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不过来关注到 其实昨天盘面上 大家都在跌 但是昨天盘面上 这个已经闷了很久的被动 它反而昨天跳出来了 那相关的概念当中 带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被动元件 包括下半导体设备当中 昨天在点火 主要是因为营收数字也出来 表现得很不错 那以被动跟半导体设备 相关概念股当中 永年哥怎么观察 OK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华兴科 2492华兴科 那以华兴科来讲的话 其实你看他的股价 在过去这段时间 看得很惨 对不对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初 国际的这个陈董 他讲说 我们第三季 第四季的这个行情 好像不太看好 比较看淡一点 看得比较保守 所以包括国际 包括华兴科 大家都跌 可是不要忘了华兴科 他从六月开始 并入这个另外一档股票之后 他的六月份开始 他的营收 开始大幅度的成长 八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 至少在他的股价上面 应该要还给他一个公道 那么其他另外像 2327的国具 其实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他昨天 因为他的营收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他这个股价 昨天做一个强烈反弹 我们认为最坏的情况 在短线上 他也是继续的呈现 一个区间震荡整理而已 那等到呢 这个整个大盘的盘势 稳定了之后 他们应该有一个 反弹的空间的 好 不过来关注到一下 今天期货 目前期货开盘 的确是受到了这个 美股的影响 目前期货跌了超过 一个百分点 下跌131点 一万两千五百三十六点 就是目前在这个 台北股市的开盘行情 但这个开盘看起来 目前来说应该是有撑住 对 目前看起来 盘中的找盘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几只股票了 第一个就要看 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对不起 来 关盘重点 关盘重点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 苹果跟特斯拉供应链 他们这个能不能够 撑住压力 尤其是台积电 联发科 这几档股票 就是全职股 一定要撑住 那台湾股市 如果要止跌的话 它最少需要 两千五百亿的成交量 才有止跌量 那传产股必须要强势 因为今天电子股 大概会比较弱势一点 那你传产股 就要维持 强起来维持人性 那这样子这个大盘 才有比较能够抗跌的机会 好